他不管你玩谁啊 唯不足道 随时可能被牺牲的棋子 高政治的东西 国民党已经弃手了 铺天盖地来打这个东西之后 国民党其实毫无招架之力的 完全就是抱美国大腿 朱主席所任命的人亲征 来帮他打仗的 到底为谁而战 保卫战 台湾我们说是前两年 就被西方的媒体认为是 世界上最危险的一个地区 然后我们现在呢 包括我们的民进党 包括我们的国民党 基本上都是百分之百的亲美嘛 所以换言之亲美的概念是什么 就把台湾未来的命运 是交在美国的手上 你要怎么玩两岸关系 台湾朝野都愿意配合你 那在这个情况下 美国就好玩了 日本韩国澳纽都愿意加入美国的 如果说会来的所谓的新北约 而这个情况下 台湾又自甘再降一抵 我没办法跟你们成为新北约的一员 但是我甘愿为你们所用 你们怎么玩我就玩我 日本总不会拿他自己的岛去玩吧 韩国也不会笨的拿韩国的命运去玩吧 那大家想来想去最好玩的就是台湾了嘛 是不是 果然台湾是世界上最危险的地方 因为为什么因为我们台湾现在包括朝野两个政党 对于自己未来的前途都把它摆出来交在美国的手上 但是美国的现在又是把中国大陆当成最重要的一个系统性的一个对手 然后整个北约已经把中国大陆当成一个系统性的一个挑战 对 我请问一下在这个情况下 台湾基本上是你是完全符合于整个西方要对抗中国大陆的很重要的一个战略的一环 他不管你玩谁啊 所以这就是我们现在所面临的一个困境 就台湾自己要想办法 如果你没有足够的政治智慧 台湾将来就会掉进这个国际大环境中 我们就变成为不足道 而随时可能被牺牲的这么一个棋子 今年的年底的九合一选举 时间是在11月26号决心投票 那这次的选举有关的就是民进党 能不能从这2018年的颓势 来多回地方 那国民党呢 能不能复制上一次的九合一选举 再次的以地方包围中央 但是我们看到现在距离这个选举的日期越来越接近 那国民两党的各自的六多的候选人都提名出来 那这个礼拜大家非常关注的就是高雄市长候选人的部分 那我们周老师其实在之前也有多次的表明了自己的心境 就是不争随喜 那这次最后国民党还是中常会征召了智库执行长 克志恩来参选高雄市长 我想应该很多很多的支持老师的这个好朋友 应该都会非常关注老师的心境 老师现在目前心里所想的是什么 其实我们我常讲政治对我来讲 从来不是一个职业而是一个置业 就是我这十几年来从来没有不关心政治 但是也许我不是一个真正政治中的一个从政之人 但是我们做什么事情 希望能够国家更好台湾更好 这才是我们当时的心境嘛 那像高雄的事情里面 其实我想用一个就是我前两个礼拜之后去高雄 那接受一位当时议员的一个访问 就是广播节目 那他呢就三复五次 就是连续两三天了 不只透过简讯给我 还打电话给我 还透过我的安排这个上节目 他的认识的朋友跟我讲 张老师在我的广播节目里面 绝对不能够谈两岸关系 绝对不要谈两岸关系 我们就只谈高雄的市政建设 为什么这么担心谈两岸关系 对因为这就是一个问题 我在我记得我在 我要跟大家分析就是说 政治啊 也许我们分成两个东西 一个叫做高政治 high politics 一个叫低政治 高政治包括什么 包括像我们国家的安全 国家的主权 两岸关系 对不对 就像我刚刚讲 这个乌克兰跟瑞典跟芬兰 他们关心的是一样 那低政治包括什么呢 就包括我们的马路平不平啊 水沟通不通啊 这些所谓市政的建设 那我觉得一个政党啊 一定在高政治跟低政治 都应该有一个诉求 这才能够是一个 完整的一个政治诉求 可是这几年来了 特别你看看 这一次朱立伦主席 到美国去访问以后 对 他的整个一个两岸论书的步调 其实在某些方面 比民进党可能还更过犹 而不及 他直接就讲亲美不亲中 对 没有 这是一个表述方式 比如说你是亲美 我们不反对啊 对 跟美国保持好的关系 我们也可以 中国大陆保持好的关系 那他当时讲出了 九二共识 是没有共识的共识 也讲出了所谓的这个亲美反共不亲中 那更重要 他在于台湾的安全方面 他完完全全的接受了美国所谓 希望台湾打一场不对阵的战争 而且他也答应说要调整我们的 征兵的制度 然后要配合未来五年十年 做好作战的准备 也就是朱主席在这一个台湾的安全问题上 其实他比民进党还更过了一步 就他在这一方面的表现呢 其实在民进党的立场 已经差不了多少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呢 其实我们国民党 在这个高政治的问题上 他已经没有办法跟民进党对抗 就高政治的东西 国民党已经弃手了 可是民进党的高政治 还是掌握着他的主轴 而国民党在高政治追寻他的 那国民民党的策略 就是用我的高政治和我的低政治 民进党陈其迈也会谈低政治啊 他当然也会谈市政建设 可是当国民党现在只敢谈这个低政治 就是我刚刚讲 希望我们不要谈两岸关系 什么都不要谈 就谈台湾高雄怎么建设 那你不要忘了一点 民进党他最高的策略 就是要用高政治去打理的低政治 就像中二区的补选 他不是叫邻居一叫温柔坚定吗 也就是民进党在抗中保台上 是温柔而坚定的 也就是民进党在作战的时候 他先跟你谈台湾的未来 台湾的前途 台湾到底要跟大陆发展是什么关系 这个东西如果国民党不敢应战 那国民党只敢谈这个地方事情 那你地方事情的时候 民进党的有什么 府院党网媒 还有他的党营企业 还有他的企业的力量 就是民进党在这一方面 他的铺天盖地来打这个东西之后 国民党其实毫无招架之力的 而且如果只谈这些地方议席的时候 他在全国是不会有任何声量的 那换句话这个地方的选举会非常冷却的 那对高雄或者对桃园 或者未来对台北 如果这个都很冷却的时候 请问国民党怎么打 怎么打 所以国民党现在最大的问题 其实六都 我们讲 我们当然希望国民党赢 但是要台湾赢才有用 国家赢才有用 可是当国民党永远不敢去碰那个高政治问题 而这个高政治问题的时候 完全就是抱美国大腿 然后跟民进党一样的时候 那很多人想说 那国民党赢能够给台湾带来什么 那可是你只敢打低政治的时候了 民进党又很容易用他的所有的力量去脸压你 所以这一场局 我认为说就从那一位市议员跟我所谈的来讲 国民党到现在还是没有办法想清楚 他到底的选举的意义在什么地方 那老师那年底这场仗到底要怎么打 因为国民党也没有高政治 只有一些低政治要去对付民进党 已经不管高政治低政治都有的情况之下 那根本就是抵软及时 这场仗怎么打呢 我觉得会很辛苦 为什么 因为现在来讲就是 对朱主席来讲 特别他在高雄跟桃园 大家都知道这是朱主席的人马 他所喜欢的人马 就换句话说 那朱主席已经把这个高雄跟这个桃园 绑成一个就是他个人能不能够继任党主席的很重要一场选战 那换句话说 但是这就会产生党内也有很多人对朱主席 他是有些不同的意见 所以这个时候他并没有办法把高雄跟桃园打成一个是为了高雄好 为了桃园好 为了台湾好 而变成一个狭隘的是朱主席所任命的人清真来帮他打仗的 这个东西久而久之下去以后 它会影响到国民党的这个选举的形象的 就是简单来讲我们到底为谁而战 我们是为了高雄的未来而战 还是为了朱主席 他的党主席的保卫战 大家科普一下水神跟病毒呢 还有细菌在打架的时候呢 会变成什么变成水 没有残留任何的污染性 那一天使用个百字千次 其实也不会是伤到你的皮肤 那家里有小孩的孕妇的都可以很适用 哪里买得到水神生成机 请上快点购输入我的推荐代码 就会有折扣哦 谢谢大家